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公处 30号举办了青少年直赔成果展 赔地的水电班 木工班 导览班 烘培班 在花莲光复糖厂展现所学 青少年直赔方案4年 每周上课两次维持4个月 以花冬原乡的孩子特性来订定课程的内容 木椅木柜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旁边还有手工烘焙饼干 这些都是市展会的孩子所学习制作出来的 非常专业又厉害 世界展望会办理青少年直赔方案4年有成 每周上课两次维持4个月 以花冬原乡孩子特性订定课程内容 我们是希望这个班持续走4年不断的走 我们是有个目的 就是培养孩子他必须有智力的能力 那第二个就是培养孩子 比较能够赶冒险 而且他有很久的能力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这个支配计划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孩子很认真的介绍大家 合力做出来的木工品 非常自信也非常专业的说 参加木工班是他的兴趣 未来希望成为室内设计师 很喜欢 因为有可以学到技术 而且有拿到那个 那个秉极木工加剧正照 夏文蓉说青少年培力专班 不只是让孩子玩玩而已 丰富的课程需要孩子耐心参与 希望能够培养职人精神 让孩子学习专业的技能 多一条选择路和方向 缔造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 记者高双双光不香采访报道